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 母体平均数的假设检定 那么这个部分是在小样本单位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 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大样本 所谓大样本就是说 在高于30以上的 我们就称为大样本 那么根据中央极限定理 只要是大样本的情况 它的抽样分配 我们都是以Z分配 都是所说的就是 服从常态分配 好问题来了 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样本 取样没有办法 也没有办法提供这么多的样本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称为小样本 那么小样本 假设母体不是常态 那么抽样出来的分配 当然也不会是常态 所以常态的题目来说的话 不是常态的题目 我们就没办法用Z来做 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 就是转环的一个机会 就是说小样本 如果检定的时候 基本要求母体是常态的 或者是基本上 它接近一个土堆的形状的 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 视为接近常态 用小样本来做 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使用S来估计Sigma 那么就用T分配来做修正 我们不再使用Z分配了 那么这个学生T分配 我们的这个查表 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个T分配表在这边 我们这上面这个 我把它放在网络上面 各位同学可以下载下来 这是T分配 那么同学看一下 自由度 何谓自由度呢 自由度相当于 N跟N有关系 就是我们的样本数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 这个平均数 是样本平均数 我们取自于 有三个人 那么我们已知 他们的平均分数 他们三个人的考试成绩 假设已经是80分了 那么这题N等于3的话 那么我们来想一想 这个数字 如果说这里是90 那是随便这里随便编 这里是70 那么我问各位同学 是不是第三个数字 就完全被决定了 因为这三个加起来 要变成了240 平均才会变80 所以各位同学的话呢 以N等于3而言 它的自由度 这边的自由度 叫做degree of freedom 我们用DF来表示 就是说 我们可以随便 变来变去的这个数字 就多少 2而已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记得 以这个单母体的情况 DF是N减E 就是会降低了一个自由度 那么这边来说的话呢 自由度我们列出了 到39 事实上后面还可以继续做下去 那么这个题分配 跟常态分配很像 它比较低扁 那它的这个几率密度函数 我们在其他的部分 我们有介绍 但是我们要实际的操作来说 我们还是以查表比较快了 那么这边 这边有 0.1的 这常用的 0.05 0.025 指的就是 这个位置 红色的部分 那这个是我们的临界值 就是T值 那一般来说 同学会问说 我们为什么 这个自由度 还有超过这么多 不是N只要30以上 我们就称为大样本 用Z了呢 我们这边是考虑到 是双母体的情况之下 这个自由度 就会可能会超过30以上 那这个我们先放在这边 等一下我们要做题目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用提分配表来做 现在我来做一个例题 让各位同学了解 我们的小样本 是怎么处理的 假设公卖局宣称 长寿牌的淡烟 淡烟 它所含的尼古丁 不超过3.5 不超过 好 那我今天 我们抽出了 8支 那么我们样本数就是8 结果我们实际的测出来了 所含的尼古丁 平均为4.2 这个是平均的 标准差是1.4 4.2 看起来超过了 对不对 但是不忙 我们没办法 马上的去否定它 因为我们只抽了8支 每一次所抽的 我们每抽一次样本 得到结果都不见得一样 况且 我们的标准差 也可能会高高低低 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往下做 现在假设尼古丁的含量 是常态分配情况之下 我们用显著水准 0.01 这是α 来减定公脉局的宣称 好 这个题目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先建立虚无假设 以及对立假设 那么H0先列出来 简单的说 我们就写 μ就是3.5就可以了 或者是小于等于3.5 那么重点是在于 对立假设 什么情况之下 我们要拒绝它 超过 明显的超过了3.5 显著的超过3.5 那么我们就H1 我们要写μ 大于3.5 这就是我们的对立假设 那么再把我们的相关资料列出来 我们所发现的这个统计量 X bar是4.2 N等于8 自由度就是7 X bar4.2 S是多少 S这个地方就是样本的标准差 1.4 好 那现在我们的显著水准是 0.01 好 那现在怎么做呢 下一步 我们应该要寻找的是 我们的临界值 这个的意思 各位同学要知道 我们只拒绝的是太高的 我们拒绝的 第一个拒不拒绝呢 不拒绝 很低 我们不拒绝 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右尾的 那么这个地方的临界值是多少呢 我们应该要去查一下 α是0.01 所以这个地方是0.01 那么这个地方的值 T值是多少 来我们看一下 从哪里抓呢 我们从自由度来看 这个自由度是7 我们就从这边开始找 7的地方 然后0.01在哪里 有没有 有看到了 多少呢 2.998 这边是2.998 我们写下去 2.998 这里是T值 这就是我们的临界值 如果说我们的实测的这个值 是超过了2.998 我们就要拒绝它 因进入了红线 那么现在我们来计算 我们的实测的值 根据T等于X bar 减掉μ 除以S 除以根号N 我们发现这个T 这个 这个统计量 它跟Z是完全一样 做法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 继续说下去 只差在哪里呢 只差在这个地方的 差表不太一样 X bar是多少 4.2 μ是多少 我们用3.5来做 4.2 减掉3.5 这边是1.4 这边1.4 S是1.4 根号N N是几呢 N是8 我们发现 上面是0.7 除一下 这个刚好可以对销 变成了2 这边是2根号2 所以这边刚好就是 我们发现 这边是可以对销的 这是2根号 就是根号2了 所以是1.414 1.414 我们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在白色的部分 没有超过了这个 我们的临界值的T值 所以我们得到结论 叫做结论不显著 结论不显著的意思是什么呢 结论不显著就是说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测试 没有足够的证据 去拒绝 他的宣称 他说不会超过3.5 那么我们 对于他的这个 这个检测来说的话 我们证据没有办法去证明 他真的就是超过3.5 虽然我们这个地方测出来是4.2 可是证据还是不够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 就是小样本的假设检定的方法 那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要先建立虚无假设 H0 对立假设 H1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他要有常态母体的前提 这个很重要 只要使用的是 T分配 这是用S来取代Sigma S来取代Sigma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要用T分配做修正 那么这个地方根据这个显著水准 Alpha 跟这个是找出了理论体质 还有再来观察的体质 比较 这两者要做一个比较 如果说我们落在拒绝域 那我们就拒绝它 就是代表的是我们的这个 质疑是成功的 否则我们只能说结论不显著 我们就先来看 我们就先来看